游了一个多小时后 父子俩沐浴更衣 神清气爽 这还没结束 准备到旁边的桌球室切磋一下 结果 碰巧还遇到了一位来自天津的老乡 听了老一辈的教会后 眼儿俩开始切磋球技 不过 更多的还是爸爸教儿子打 想学得开心 爸爸教得认真 聪明的上进步很快 高兴了 晚饭吃着热腾腾的饺子 眼儿俩这一天就满满当当的结束了 谈起找醋找半天的儿子 曹师傅言谈之间 充满了爱子之意 我在国内看到很多 就是说那时候家长在外面打孩子 孩子哭啊闹啊 或者是买要买这个不给买 或者是怎么样 大孩子孩子也在打闹 他也在闹 上岛从小就没有过 他在很小的时候 就是一岁多两岁多的时候 就是去买当劳 爱好去哪里 他喜欢玩具和喜欢什么东西 他想要 很喜欢 如果说我没给他的话 他不会去闹 就是很听话 他虽然说你看他不高兴 但绝对不会去闹 绝对不会去在那哭 可能眼里会喊两点 可能就是他大小就这样 真的很懂事 周一一大早 送完上去学校之后 曹师傅开始拆卸大件的东西 并叫来了朋友的车 帮忙运走 今天晚上 眼儿俩就不能在这住了 经验丰富的曹师傅 很快就把东西整理装好 就这么着 离开了自己和儿子住了两年多的地方 新的住处是个家庭旅馆 便宜方便 非常适合作为父子俩回国前 短暂的落脚处 您是到这边来玩的吗 我们是学校英零的 刚刚过来啊 一个多月等那个绿卡 我觉得这里头不像有想象的那样 您刚来都会有落差 待一年之后慢慢会好一点 从大城市来的都 您从哪里来 北京啊 北京 北京可能不是很浓啊 从北京上海来的 没有几个说照 哎呀我跟你讲 刚来的人都说这个地方不好 这个地方呢 您要待一住了 他有他的好处 您得慢慢体会 他就好着我面子 他是家庭旅馆嘛 家庭旅馆就是说 你来了就第一行李来 什么都不用 现在被子游泳 这个被子都已经是 这事儿就棒了 笑话那么差 东伦多夏天 不冷不热的鬼天气 还在继续着 一批又一批的新移民 带着对这边生活的 一种向往 接踵而至 很多人来到这儿后 找不到方向 只感到落差 他们或者抱怨着 滞留在这里 或者无奈地离去 但更多人 像曹师傅和尚一样 慢慢适应这里的文化和环境 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找到自己的生活 也许这个生活和天气一样 暂时并不是特别完美 但父子俩穿上厚点了衣服 周末的野外钓鱼活动 照样进行 因为比起冰天雪地的漫长冬日 多人多抽下的阳光 和野外清新的碧水蓝天 已足够让人心旷神 而以后的天气 也会越来越好 中国人起名字 都讲究个取义 那么从曹师傅 给自己起的英文名字里 我们就能感受到一种 也许你我都会需要的 可贵的生活态度 我个人的性格 就是比较 我自己给我自己起的英文名字 三点 阳光 我就是那种 自己总是充满活力 就是这样 我自己起的英文名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